持续关心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 以色列的国防军第七旅是攻入了哈马斯政府的议会 不过也导致加萨的人道问题继续恶化 医院里面是埋了两百多具遗体 而这几天又在下雨 所以让灾民是苦不堪言 不过以色列的驻联合国代表是释出了正面的讯息 他说战争可能在几周之内看到尽头 以色列士兵躲在沙丘后方锁定哈马斯目标 立即开火 官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猛力向前冲 地面部队进到建筑内立即展开地毯式扫党 但光开枪还不够 为了确保哈马斯无法再利用这栋建筑 以军安装大量炸药直接将它引爆 瞬间移为平地 一军入空两路夹击 更声称目前已经控制整个加萨市 以色列第七旅戈兰旅士兵 不止攻占议会议事厅 更高举以色列国旗庆祝还打下敌军的研制武器工程学院和训练场 不过哈马斯也不是乖乖挨打持续从各地回击 民兵在城市巷洞内和乙军打游击战 只要看到以色列坦克就连环发射RPG火箭 此外哈马斯也朝以色列境内多处持续发射火箭弹 阿什克龙的住宅区有一整排民宅外墙上被炸出一个个小洞 窗户玻璃全被震碎 以色列警方还巡获火箭弹残骸 所幸这名屋主全家安然无恙 但在台拉维夫有两名平民 因为哈马斯火箭弹被铁琼系统拦截后 遭碎片击中受伤 不过有一群以色列人从周二开始展开 为期五天的示威游行 他们要从台拉维夫一路走到耶路撒冷 要求当局采取积极措施救出哈马斯手上的人职 你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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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由于奎明尊雅 和从全局局 让我们答案 让我们答案 我们答案 我们没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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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行人群高举遭绑架的亲属照片 高喊立即带他们回家的口号 CNN记者也跟随着示威队伍 美国总统拜登在前往 EPEC领袖峰会前透露 以色列和哈马斯很快就要达成协议 释放人职 然而以军日以激演的轰炸 人道问题持续恶化 加萨严重缺水缺粮 甚至最后一间还在盈域的面粉厂 因为燃料即将耗尽 只能再沉12天 人道组织因为生命备受威胁 不得不暂时撤离 未来好几天将没有援助卡车 进入北加萨 受苦挨饿的老百姓 未来情况堪忧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加萨的惨况 美国看在眼里 其实也向以色列喊话了 希望可以保护医院 不过还是支持以色列保卫国土的 上个周末在华府 就有力挺以色列的游行 同时也谴责反犹太主义的暴力行为 估计有20万人到场参加 不过国务卿布林肯他也坦诚 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 拜登政府的战争政策 已经出现了分歧 就在美国白宫大草坪前 20万人高喊力挺以色列 作为美国犹太裔群体里面 位阶最高的官员 民主党大佬舒默高呼 美国挺以不离不弃 就连以色列总统都用视讯方式喊话 重新确认美国立场 但是美国还能挺多久 现在要被打上一个问号 美国校园内挺巴勒斯坦游行 变成打群架 最后七人被戴 纽约布鲁克林一名男子说好端端走在路上 结果就因为他头戴阿拉伯头巾 被路人暴打一顿 美国的伊斯兰关系理事会统计 从10月7号冲突爆发之后 反穆斯林求救或是通报多达1286期 是去年同期三倍 大学校园就是冲突热区 UCLA学生高挂拜登和纳坦雅活的照片 就是一阵乱打 挺以挺巴的薪酬就恨 持续在美国各地掀起对立 但罕见的是就连政府机关 位高权重的国务院 内部都有不满声音 布林肯写内部信说 愿意倾听不同声音 放低姿态莱恩府 就能知道美国政府确实已经知道 舆论风向转变 可能对拜登不利 造成这种转变的 就是近日以色列对加萨 各大医院的围攻行动 医院断电全黑 只能用手电筒照明做手术 加萨走廊只剩一座医院 还在苦撑 早产人被爆出保温箱 可能失温死亡 结果以色列说 可以快递保温箱进加萨 这样的回应真的让许多医护心里焦脆 医院逐渐变成坟场 这让原本还为以色列缓夹的美国 也很难继续坚持原本的收发 而在美国的盟国 声援巴勒斯坦的火爆场面更多了 菲律宾马尼拉的挺巴示威 要逼总统小马可是出来面对 结果先爆发警民冲突 警方出动盾牌镇压 挡不住群众怒火 英国伦敦市中心停移挺巴 势不两立 吵到被警方强力压制 还有示威者包围了军火商 被移系统的工厂 不过真正能让美国有警觉的 恐怕是法国总统马克宏的这番话 马克宏开第一枪呼吁以色列停火 另外拥有全球最多穆斯林信徒的国家印尼 总统左科威也亲自向拜登喊话 结果左科威当面抛出这句话 拜登已读不回转移话题 美国说不会对以色列在加萨 作为画红线 但是现在就担心营火上升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在美中关系上拜习会要登场了 双方可能会讨论中东局势 恶务战争还有台海问题 而拜登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恢复沟通对话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回为六年访美 美国方面给足面子派出高官迎接 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时 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 财政部长耶伦等美方代表热情迎接 上次习近平来访已是川普任内的事 当时川普在海湖庄园款待 还派孙女唱歌 却没想到之后的六年 爆发贸易战和新冠疫情 中美关系降到半世纪来最低点 今年初双方还因为间谍气球闹僵 三月众院针对抖音举办听证会 就怕中国会用这个软体监控美国人 另外俄乌战争后习近平和普京越走越近 以哈战争上也没有谴责哈马斯 这样的背景下 中美真能靠一场会议就修复关系吗 保持沟通成为拜登设下的 最低目标针对敏感的台海议题 白宫谨慎以对 不过对大陆而言毕竟是睽違已久的防美型 当然要把握宣传机会 在习近平抵达前下榻旅馆对面的空间 已经有中国侨民练习欢迎仪式 派出大量的中国侨民挥舞五星旗 大陆央视上虽然看不见抗议镜头 但旧金山也有人高举反共标语 难保习近平不会抬头看到这个画面 旧金山的民运人士特地开小飞机 拉出铺条 上头写终结中共 自由中国 自由香港 自由西藏和自由维吾尔 其实这些旅美抗议者经常不得安宁 他们都只是因为发表反中言论 就遭到严重网路攻击 受害者包含纽约客杂志 首位大陆记者 他自从报道反送中运动后就被锁定 美国克莱门森大学专家说 这些都是以垃圾讯息伪装的网工 幕后主使都能连到北京 一些攻击甚至找插画家绘图 受害者包含上海同济大学前副教授邱家军 他因为收到死亡威胁 被迫停止更新自己的YouTube频道 不知海外大陆也越来越担心 内部的反对声音 主要因为大陆房市崩跌 青年失业率飙高 还有进出的外资 25年来首次萎缩 因此也有评估认为 习近平防美是为了救经济 传出有美国企业看准时机 想花4万美元 约台币128万换取 和习近平同桌吃饭机会 对此美国众院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 表达关切 痛批这些人唯利是图 等于牺牲原则 点新闻综合不倒 如果两岸爆发冲突 有一份区域兵推报告就说 台湾不应该相信半导体 能够保护宝岛 而是要弹性脆弱的能源供应 沃尔战火还没熄灭 加萨走廊又燃起了硝烟 全球公认四大回药库 两座正在交战 画面在在证明 战争的面前 军民无差别 如果导弹试射 或机舰围台 从演习变成实战 台湾能撑多久 民生所需 万般离不开电力 从公开资料来看 四成二靠燃煤 三成九靠的是天然气 核能占比则是8% 也就是说如果台湾被 假设被中国大陆封锁 或者是我们相关的运气的船 在南海被中共领检拦截下来 那也就是说大概两个礼拜 若船没来 我们大概就气就没有了 大家为了避免武装冲突法 或者战后受到战争法庭的审判 大概都不太会去直接攻击电厂 直接民生设施 一旦开战 不论电厂或医院 都可能被炮火波及 日前民间发起的区域安全兵推 想定中共以统一为目的 用围困 伤亡少 和有限的精准武力 测试台湾脆弱程度 为了瘫痪社会机能 还有经济 全台的能源积电聚电 必定不断遭到袭扰 部分前线或是民间 都有高几率 面对三到四天 无公共电力可用 战略储备基本上 大概会用在三块 一块就是民生 一块是作战 一块是用在工业上 职业继续生产的部分 当然也不会全部给到女军方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 我们今天要支持作战 可能我们现在就要去指考 要规划说我们相关的指挥所 或者我们其他重要的地方 或医院 我们要准备相关的发电设备 或者相关的储油设备来支持 这些储存设施如果遭到攻击 那么当然就归零了 那封锁的话是中长期的影响 那攻击这个油槽 气槽或是煤仓 那当然就是立即的危险 今年汉光演习大规模的演练 练油厂攻防原因起来有自 电网同样脆弱 三大超高变电所 一旦被毁电力输送 形同瘫痪 通信跟着中断 更冲击着伤患救治 还有其他的战略物资 也包括药品 我们要考量 因为就是我们毕竟不像乌克兰 有后方的欧洲 有这个陆地接壤 如果台湾不幸被包围的话 那我们物资无法输入 会有没有扩大储存 所以这类的兵推 就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启发 没人希望生活不变 不同的面向才能看到战争发生 离自己没想象中的远 就以近几年为例 看到战机通过府前 大家的认知是展现国力还是开战 恐惧不一定都源自于火力不足 更大的原因是缺乏认识 所以战争不是军队单方面的事 也考验着民众意志 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发布全球台湾简报 引述了美国空军部长办公室 台裔参谋军官个人观点 认为共军犯台 约70%的台湾民众 愿意留下抵抗 只有10%选择投降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去年的2月24号战争爆发 结果Zalansky他不但没有逃 他在2月26号就战争爆发的第三天 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FaceTime 第一个他是给乌克兰人民看 第二个他是给乌克兰的军队看 第三个他是给国际领导人看 因为我们到现在 还是保留在比较过时的概念 就是战争一旦爆发 要让我们的领导人 总统副总统 或者是一些高阶的官员 要去避难 那避难的概念 其实基本上跟逃亡 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学者进一步分析 领导中枢先维持社会运作 才有机会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声 你从今年下半年 普丁一直不断的在拉拢北韩 甚至于要求北韩军援俄罗斯 就可以看到 其实经济制裁的确重伤了俄罗斯 经济制裁虽然可能没有办法 马上停止战争 可是经济制裁会让整个战争的程序 大幅度的迟缓 不管哪一份兵推都没人能断定 台海冲突到了2027年就会发生 威胁瞬息万变 战备是国军的工作 然而备战是国内所有人 当前必休克 TVBS新闻终于能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